于是这会儿就来了一个气粗的 谁呀 当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叫朱启前 这老朱看完这幅画作之后 摇着脑袋就说了 咦 这个小嫩挺带劲呢 我看他就是降飞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坐在一起闲聊天 今天是咱们聊这个降飞娘娘的最后一集 我这还得着重的说一句 这民间传说的降飞娘娘 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后宫当中的荣飞 这陈子咱们没少聊荣飞了 咱们得聊聊这荣飞是怎么从新疆到北京的 咱们坐在乾隆皇帝的飞子 在宫里生活的怎么样 他和这后宫的后飞有没有其他的矛盾 说了他为什么香 聊了他埋在哪 我翻了翻前文书觉得差不多了 够全面的了 该收尾了 那咱们最后一期聊什么呢 最后一期咱不聊故事了 咱们要掰扯掰扯呀 这荣飞娘娘的真荣 这荣飞娘娘啊 她生于1734年的10月11日 她足于多少呢 足于1788年的5月24日 这些可都是功力 如果呀咱们中国立算 她的生日应该是9月15日 这个日期呀很关键 因为从这个日期呀 就能证明着荣飞娘娘就是小和卓的媳妇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日一样 那么从史料上能证明是同一个父亲 同一个哥哥 又是同一天生日 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 国内的很多媒体 以及现在很火的自媒体呀 很多都称呼着香飞 为伊帕尔汉 翻阅资料以后啊 我觉得不能用伊帕尔汉这个名字 来形容荣飞 这个名字来源于哪啊 来源于这个东北 圣经 就是现在沈阳啊 一个学者的传记里 可说呢 她小二百年了 没人知道荣飞娘的名字 突然有人啊 这么称呼她 并且呀 还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 大家都很新奇 觉得这个很适合荣飞 就把她沿用至今了 实际上这个名字呀 她有点不妥的地方 为什么呢 她是一个用维语 翻译汉语 再用汉语写成维语 这么个名字 实际上啊 这个伊帕尔汉呢 就是相飞的意思 她问题的关键呀 是这荣飞不能够一出生 或者说呀 她还没嫁给乾隆皇帝之前 就被称子相飞 这不是瞎说八道吗 所以说 现代学者呀 都沿用这个小何卓 妻子的名字 何卓 法蒂玛 来称呼荣飞 那有好朋友就说呀 你要非说这个 荣飞娘娘的真容 那这两天 你那个图片是谁呀 咱们一直 不是在用这幅图片 来代表 荣飞娘娘的真容吗 实际呀 坊间俄传 相飞的画像很多 我无非呢 就是在其中啊 找了一幅 我喜欢的把它贴了上来 并且这幅相飞画像啊 在这个社会上认知度很高 一看见他呀 略非知的点 青史的人都知道 哎 这就是相飞 那么这张画 他到底是不是呢 这张画呢 他还真不是 这幅画啊 是晚清的时候啊 广州的一幅 外销画 途中女子穿的也不是旗服 实际上是晚清的时候 汉族女子改良过的旗服 这发型啊 也是清晚的时候啊 在广州非常流行的一种头饰 也并不是啊 这奇人女子该书的头 什么您呐 您说我说这都是推测 哎 您看了吗 我这儿啊 有证据 您瞧 这一个女子的脸呢 一个发饰 配上了不同的头饰 不同的服饰 在同一时期的画作呀 我们在国内国外 发现了很多幅 并且呀 我可以跟您明确的说 这幅肖像画啊 它虽然是西洋画法 但是啊 它和这个乾隆时期的宫廷西画 在风格上啊 一点都不符 我并没去过呀 关于这种广州外销画的画展 但是啊 在北方 如果您想看这题材的话啊 我给您指个地儿 天津的滨海新区 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 收藏了不少广州外销画 对了机会呀 您可以到那儿捞捞去 不光是这幅画 您像什么 湘飞骑马像 湘飞娘娘彩花像 等等等等 我觉得呀 都是一些画家为了迎合市场 后来的伪作 说是伪作呀 实际上也难为他们了 其实就是 易造 凭空想象而来 在坊间传说 一系列 戎飞娘娘的画像当中啊 要说最有故事的 还得说是这幅 这画中所画呀 一位戎装女子 那简直是 英姿飒爽啊 身上穿着铠甲 往脸上看呀 一副西域人的面孔 高碑莲身眼窝 所以呢 很让人啊 能够联想到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湘飞 来自于维吾尔族的娘娘 并且呀 这幅画上啊 有官方的概括 说这就是湘飞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文物啊 都属于故宫博物院 当然了 这幅画他现在啊 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哎 甭管他藏在哪儿吧 他也是没出咱们中国地 他总比呀 让这养鬼子巧取豪夺了墙 这幅画最初啊 他也不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那会儿啊 这故宫博物院啊 还叫做北平古物陈列所 1914年的时候 当时的国民政府啊 就决定把故宫一部分对外开放 但是你对外开放着屋里 它必然就得有陈设 于是呢 这古物研究所呀 就从圣经故宫 哎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 还有这个避暑山庄 调配了很多文物啊 来到北京 陈设到各个电宇当中啊 好 对游人开放 哎 其中啊 他就有这幅画 可是呢 他奇怪呀 就奇怪在 这幅画正面啊 他并没有款式 也没有提计 背面呢 也没有标识 这画的是不错呀 可是不知道啊 把它摆在哪儿 于是啊 这会儿啊 就来了一个气粗的 谁呀 当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 叫朱启前 这老朱看完这幅画作之后啊 摇着脑袋就说了 咦 这个小男人挺带劲呢 我看哪 他就是降飞 得 这内务部总长啊 都给这幅画判刑了 他说他就是降飞 您想啊 这古物研究所那帮人 他还敢说是别的吗 得啊 您说是降飞啊 咱们就是降飞 于是呢 这古物陈列所呀 还找了一位文笔好的先生啊 给这幅画 转了一篇说明稿 说这幅画啊 他就是降飞 是乾隆年间呀 著名的宫廷画家朗世宁所画 并且呀 这文章上还提及 说这香飞呀 是西域回步人 是原来呀 这个一个西域王的妻子 是个王妃 后来呢 被乾隆皇帝裸到宫中 因为体有一乡啊 所以民间传说 叫做香飞 那您想起吧 这故宫啊 好几百年 那是宫廷禁地 这大一把老百姓 从来没进去过 突然到故宫游览参观以后啊 发现在玉德堂 悬挂着一幅啊 漂亮的西洋美人像 这大伙让琢磨呢 这是谁呀这是 哎 看见下边啊 贴着一个标签 有一行小字 读完了之后啊 大伙就都知道了 哦 这原来就是香飞呀 出的呀 再跟人抬杠 算是有话头了 怎么着 你说那不是香飞不行啊 这宫里挂着那个像呢 哪挂着呢 就在香飞娘的那澡堂子 五英殿玉德堂啊 那上面写着呢 那个娘娘 她就是香飞 我还告诉你 不是今儿挂上去的 那惹定是乾隆年间 乾隆老佛爷 亲自挂上去的 哎 这传瞎话嘛 他就是这样 能把这安春旦啊 传成松花 我说这些话呀 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是经过两位 故宫博院的大专家 在文章中证实的 一位呀 就是被称为故宫活地图的 朱家进先生 另外一位呢 就是故宫博院的老院长 单世元 单先生 朱家进那篇文章啊 叫做香飞 容装相定名的由来 单世元这篇文章啊 叫做五英殿玉德堂考 收录在 我在故宫七十年 一书当中 您要不信呢 您找了这两本书 翻一翻 您就知道了 那有人说完了 就没有人能找到 这容飞的真容了 哎 您也别灰心 哎 我也不灰心 您看啊 之下咱们要介绍的 几幅画上边的女子啊 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啊 她就是容飞 咱们先说这一幅 这幅图的名字呀 叫微狐祸禄图 那这幅图的名字 是谁起的呀 哎 这幅图啊 这名字不用别人起 在这一角上啊 有乾隆皇帝的亲笔提拔 上边写着呢 这幅图 名字就叫做 微狐祸禄 这幅画的场景啊 很简单 秋景 一看呢 就是在棺外 您看地上的草啊 已经转黄 这树上的印呢 已经变红了 上锤手靠前 骑在马上 光弓搭剑 这剑已经射出去的人呢 那就是乾隆 这只剑啊 正种在前边 一只熊鹿的肩甲上 这剑足穿过肩甲 正中心脏 这熊鹿已然倒下去了 下手花马上啊 骑坐一名女子 这女子啊 右手持着这个 坐骑的钢上 左手呢 从剑囊当中 抽出一只剑来啊 递给了乾隆皇帝 这女子啊 一定是乾隆皇帝 非常亲近的人 她要不接呢 就是名公主 她要不接就是妃子 可是啊 这女子啊 往脸上看啊 大概年纪 已经在三十多岁了 显然呢 不一定是公主 那就是妃子了 那要是说 有这手艺的妃子呀 在乾隆后宫当中啊 那屈之可数 我算来算去呀 也无非就是两位 一位呢 就是湘妃 也就是这个荣妃合卓氏 维吾尔族 草原上的民族啊 这达小呢 就离不开骑射公马 还有一位啊 就是圣贫 厄鲁特氏 达小啊 就和这个父母 颠沛流离在西伯利亚的草原 是蒙古族 从这途中的女子啊 穿着打扮 以及面容上来看呢 非要说 她是维吾尔族的乡妃 她倒啊 更像是来自 厄尔特蒙古的圣贫 不过呢 有一点呀 倒是可以肯定的 这慎贫呢 她远远没有荣妃得宠 这宫廷跨师啊 她眼里最有水了 哎 这帮孙子 她是不会轻拟的 安排一位不得宠的 鸡肋一般的嫔妃 在皇帝身边的 这马屁 她也拍不响 不是 还有一个因素 也是专家咬定 这名女子 就是相飞不放的原因 这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啊 款式上 虽然分不太清猛回 但是这衣服上的图腾啊 可是维吾尔族的 什么图腾啊 巴德木花 这巴德木啊 大伙都熟悉 就是这两年啊 大伙总吃的那个 来自于新疆的姓人 这巴德木花呢 自然就是姓花 无非是呈现在服饰上啊 为了显示更漂亮 她把它画成了蝉枝花卉 那专家人是这意思 只有这新疆人啊 才喜欢把新疆花 画在自己身上不是 所以说呢 综合分析 这幅画上的女子 有七成的可能性 就是荣妃 就是相飞 这写真集和生活照啊 咱们说完了 咱们就得呀 往那个大河营里找了 咱们先看这幅画 您看这幅画 您是熟吧 咱们讲那个 季侯纳拉式的时候 咱们聊过这幅画 这幅画叫 赛燕四世图 这画上边啊 主要反映的 虽然是乾隆皇帝 在木兰秋显之余的 一些娱乐活动 可是呢 这幅画作里边啊 出现了裙飞像 您看这幅画里边啊 有一位女子 搀扶着旁边 穿着盛装像的娘娘 这幅画表现的是 什么年代呢 这幅画所画的 正是乾隆二十五年 那一年啊 这个荣妃的位分啊 还是贵人 所以说呀 作为皇上家 位分比较低的 何贵人 去搀扶身边的嫔妃呀 倒是也合情合理 您看这名女子 身上衣服 所绣制的花卉呀 她也是缠枝巴的木花 所以说呢 这位女子啊 很多学者认为 她就是香妃 还有人说呀 这后边这位 戴着心欲皮帽的 才是荣妃娘娘 这种说法呢 也是颇多 有很多人认为呀 这就是荣妃的 真荣相无疑 那如果一定说她是呢 前边竖着小辫子 身穿这八灯木服饰的 这一位女子 又不好解释了 您看 在一幅图当中啊 就产生这个争议了 所以说这一幅图当中啊 我也吃不准 到底哪一位 才是当年的何贵人 后来的荣妃 接下来呀 咱们再看一幅 这可能性呢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这幅画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 有人呢 给这幅画啊 定名为啊 八旬万寿图 可是啊 我不知道这样称呼 它合适不合适 因为我知道的呀 这皇太后的生日啊 叫做圣寿 这皇帝的生日啊 叫做万寿 娘娘的生日呢 叫千秋 所以说呢 我的频道 我做主 我还是按照我的习惯 把它称之为 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寿图 这幅图啊 人物众多 咱们今天呀 不在这一一的做解释 如果您要是想听 留言区啊 或者弹幕 您告诉我一声 明儿我就给您 好好掰扯掰扯 您看啊 这上锤手从里往外属 第四位娘娘 这位娘娘啊 就被公认为荣妃 有人说 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我没证据 但是这是故宫博愿的专家 从这个当时贫分的位分上 在结合图中女子们的作词 这样推断来的 我想啊 这样的准确性 应该在90%以上 有人说呢 就再也没有准确的图像 让我们看一眼 这香妃娘娘的真容吗 有一幅 可是非常不清楚 这太苍啊 有一位陆夫人 在明国二三年的时候啊 曾经去这尊化皇陵游览 当游览到玉陵飞远寝的时候啊 她发现有两幅荣妃的画像 她就用相机记录下 小的那幅荣妃画像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像 这幅画像啊 她刊登在孟森先生的遗著 《清代史》一书上 到咱们这儿啊 自不定翻拍过多少回了 所以说呀 鼻子没毛眼 全看不清楚 那么问题就在于 这东陵到底藏没藏过 荣妃娘娘的画像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着一部 清废地溥仪档 里边啊 有这么一则记录 值得我们参考 这一条啊 是明国十四年农历 八月十七日 也就是公历的 1925年十月四日 新任的东陵守护大臣 玉鹏 写给溥仪的一封信 信中说着 马来玉本地奸人 将东陵遗物啊 一应变卖 玉陵圣荣 就是乾隆皇帝像 还有荣妃圣荣像 均明码标价 进行出售 由此看来 在民国期间 东陵里啊 它确实 还有荣妃的真荣像存在 这事啊 考证到这样啊 已经不能再考证下去了 这也许啊 就是上天的安排 这位西域女子 神秘的湘妃呀 在世人的心中 李英就应该是这种 你一样的感觉 得嘞 这湘妃的故事啊 我算给您全讲完了 名啊 是李北天 要不见 咱们聊聊 那幅重庆皇带后 八十圣兽图如何 想听的呀 您留言区告诉我 咱们连夜安排 我是昆仑刘石 负责呀 挨着给您讲故事 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明日见